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朱元璋杀刘伯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刘姬,好伯温,心思缜密,足智多谋 是朱元璋建立大明的第一谋事 刘伯温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在许多重要的决策中 他极其准确的判断力起到了制胜的关键作用 然而,明朝开国后 刘伯温只得到了刺一等的伯爵封号 并且俸禄还是众伯爵之中最低的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刘伯温最终命丧皇权 竟与朱元璋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刘伯温那身料实如神的本事 使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 但在助他立下汉马功劳的同时 也将他推向了生命的终结 朱元璋是个很重乡土观念的人 而刘伯温却是个外乡人 这使得他们之间的情分变得疏远 刘伯温料是如神 对事情的判断往往比朱元璋准确 从龙湾之战到救远安风 朱元璋能想到的刘伯温也想到了 而朱元璋想不到的刘伯温还是想到了 有几个皇帝能容得下比他强的人长期留在身边呢 刘伯温的计策并非安民之计而是权谋之计 用于阴谋政变的风起云涌中必有一番作为 这更令朱元璋心存忌惮 不仅要仿怀于未然 更要除之而后快 刘伯温最致命的失误 就是验证了祸从口出的真言 朱元璋曾就谁更适合出任丞相已知的问题 与刘伯温谈话 言语之中暗藏试探玄机 刘伯温并非等贤之北 但最终治者千律必有一事 当朱元璋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出 只有刘伯温能担此大任的时候 刘伯温说道 臣极恶太甚 有不耐凡聚 为之且孤尚恩 天下和患无才 为民主悉心求知 此话包含了怎样的深意 使得朱元璋自此之后与刘伯温决裂 始终是个难解之谜 或许是朱元璋的偏见 或许是后人的误读 总之 他被看成了刘伯温的催命符 为其后来的突然病故埋下了伏笔 至于刘伯温的死因 同样是个熟不清道不明的谜 红武八年正月 刘伯温生病在家 朱元璋派胡威雍前往探室 还给他送了补药 刘伯温吃过补药后 病情不见好转 反而日益严重 不久之后就病逝了 刘伯温与胡威雍当时早已是死对头 朱元璋眼看着两虎相争 而不动声色 尽显帝王权谋 虽然下毒谋害刘伯温 也是后来胡威雍的罪状之一 但以胡威雍当时的权势和处境 如此嚣张跋扈 这不得不让人猜想 他是受了朱元璋的默许 深知这就是朱元璋的本意 借他人之手除心头大患 以上种种 也许不过是笼罩在阴霾之下的一侧 事实如何恐怕再难考量 就留在有心之人的无限遐想吧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